昨天消息还有在新北市戏纸 深夜惊传群聚都事件 其因是因为债务纠纷 但其中一方追债的时候认错了人 先打了对方 对方相当不满 带着球棒砸另一方的车辆 一伙人追赶到路旁 双方一共十多人大打出手 警方及时赶到现场 开枪制止 也把动手的人全数逮捕 白车开到路旁 车上好几名男女走下车 看到站在路旁的另一伙人 就冲上前叫嚣 没几分钟后 另一辆警车也赶到场 在场男女顿时鸟受散 远景健壮赶紧追了上去 还对抗鸣枪 现场一片混乱 远景把留在场的男女 带回警局离亲 事发在30号凌晨1点左右 双方人马因为债务纠纷 在新北市戏纸街头爆发斗殴 其中一方因为追债认错人 还打错人 让对方心生不满 找来同伙持球棒砸他的车子 后来双方人马追赶到了 戏纸大同路二段 共十多个人大打出手 警方到场赶紧对抗鸣枪喝止 远景当场将乙方九人 带反手制作笔度 逃一只甲方五人 后续以行线追弃道案 双方人马把马路当成雷台开打 警方将一伙人 以妨害秩序罪送办 后续还要持续厘清 开打的真正动机 既有王景胡伟伦新北报道 早 下午 下午 下午